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乌克兰独立日 美国开启新一轮援助乌克兰 对俄制裁升级 独立参选人小肯尼迪退选 背书川普同台造势 普华永道在华业务将暂停 专家分析背后根源 数百海事占据加州海滩 民众笑向党派大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发出影片纪念乌克兰独立日 美国国务院在周五8月13号发出声明 制裁帮助俄罗斯将近400家公司和个人 其中包括中国多家公司 美国还宣布 再援助乌克兰1亿2500万美元的武器和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日在独立日发出影片表示 任何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制造苦难 就会在自己的家中承受痛苦 周五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 将制裁近400名个人和公司 其中包括多家中国公司 以及帮助俄罗斯进出口能源的公司 也将制裁试图对乌克兰儿童 进行俄罗斯化和再教育的人 美国白宫也发出声明表示 拜登总统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 将提供1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防空飞弹 反无人机设备 反装甲飞弹和移动式火箭系统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 在记者会上说 拜登总统允许乌克兰越过边境 使用美国弹药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 科比表示 美国一直有在关注乌克兰的攻击 是否会导致欧洲大陆局势升级 但依目前的状况看来还为时尚早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周五8月23号 美国独立参选人小肯尼迪宣布暂停竞选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几个小时后 他和川普一起出席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活动 在人群的欢呼中 小肯尼迪走上了川普在亚利桑那州的集会讲台 小肯尼迪周五终止了竞选 转而支持川普 他表示已经多次跟川普和他的助手会面 并在边境安全 言论自由和结束战争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川普承诺当选后将成立调查 总统暗杀的委员会 公布与1963年暗杀 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有关的文件 并将成立小组 调查日益增加的慢性健康问题和儿童疾病 包括自体免疫疾病 自闭症 肥胖和不孕症 小肯尼迪是一名环境律师 也是前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 他的父亲是前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 小肯尼迪原先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2024年大选 然后转为独立人士身份参选 8月初的伊普索民意调查显示 小肯尼迪的全国支持率为4% 目前还不清楚他的背书 会对川普有多大程度的帮助 至于民主党方面 副总统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 周五返回华盛顿 消息指出 贺锦丽将专心准备下个月与川普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江迪亚综合报道 意大利外海的移民船翻船事故实有所闻 2024年 意大利非法移民的数量呈现大幅下降 分析指出 意大利和北非国家签署的离岸庇护协议发挥作用 进一步减少移民命丧大海 2024年 经由海陆进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减少了62% 今年至8月12日 有37000人抵达意大利 比起去年同期约98000人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去年大量涌入非法移民的兰佩杜萨岛 现在已经大幅减少 法国意大利地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尔瓦勒认为 这要归功于意大利 欧盟和北非国家之间的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在意大利境外建立移民中心 也就是 想要到意大利的移民 需在阿尔巴尼亚的移民中心进行评估 这项计划被一些非政府组织批评为可耻 不过 德尔瓦勒表示 实施后有多项正面的成果 德尔瓦勒说 梅洛尼上任以来 一直将非法移民问题列为优先解决事项 梅洛尼说 数学习民主要被控制 而他们必须不得到刚才 他们必须乘法的利益 他们必须乘法利益 利益 如果习民主要被医民 就已经成功了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大衛維威斯、李梅、高玉、法國巴黎連線報導 下面請收看一組國際新聞簡訊 英國科技大亨林奇和親友日前搭乘遊艇出遊 卻於19日清晨在意大利西西里島外海遇上風暴沉默 造成林奇和18歲的女兒漢娜林奇及其他6人喪命 意大利檢方已對沉船事故展開過失殺人調查 遊艇上的22人有15人獲救 其中包括林奇的妻子及遊艇船長 海事專家對這起船難感到困惑 認為意大利高級遊艇製造商打造的備士號應該能承受住19日的風暴 週五德國發生持刀傷人事件 造成至少3人身亡8人受傷 警方週六下午表示已拘留一人 正在調查此人是否與這起隨機砍人案有關 嫌疑人是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單獨實施了襲擊行動 警方表示襲擊事件發生在晚間9時40分左右 地點在索林根市弗朗霍夫市集廣場 當時正在舉行建成650週年活動 現場有樂團表演 菲律賓政府週六稱 飛方一架飛機在南中國海進行例行巡邏時 受到從中共軍事化島嶼基地發射的照明彈的威脅 西菲律賓海國家特遣隊證實 菲律賓漁業和水產資源局的一架塞斯納民用飛機 週四在主壁礁附近飛行時 發現照明彈 特遣部隊稱 同一架飛機在週一也遭到中共戰機的騷擾 一架中共空軍63-270戰鬥機 在距離菲律賓飛機15米的危險距離內多次發射照明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海英 名譽綜合報導 國際會計師公司普華永道陷入恆大醜聞風波 近日 中共將該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實施暫停禁令引發關注 自從恆大地產因債務危機暴雷後 作為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 深陷恆大財務造假風波 週三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稱 普華永道已經通知客戶 很可能從9月開始 中共當局將對其實施半年的業務禁令 包括不得簽署中國企業的財務報告或招股文件 同時還將面臨巨額罰款 證監會早前發布公告稱 2019年和2020年 恆大兩年虛增營業收入5,600多億元人民幣 虛增利潤920億元人民幣 另外 還存在欺詐發行 而從2009年恆大上市後 普華永道就一直擔任恆大的審計工作 直到去年 雙方應對恆大2021年賬目審計存在分歧 才解除合作 身為一家全球審計公司 虎華永道為何陷入恆大醜聞漩渦 引發全球投資者的憂慮 分析認為 中共有選擇性的懲置 解決不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實質性問題 分析認為 中共有選擇性的懲置 解決不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實質性問題 普華永道擁有110家中國上市公司客戶 但近幾個月 至少有50家中國公司不再聘用普華永道擔任其審計 對於此次的禁令事宜 普華永道中國表示不宜發表評論 新唐人記者唐瑞高玉採訪報導 在中共疫情封控期間 原湖北居民詹志能 因為嘗試離開住處 被當局派人砍傷 他因此認清了中共的邪惡 並呼籲民眾趕快覺醒 來看報導 來自中國湖北省的詹志能 在疫情期間 對於中共的封控政策忍無可忍 而想逃離住處 沒想到卻被多人偷打 臉部被砍傷 危機就是轉機 這件事促使他逐漸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他鄭重聲明 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少先隊組織 跟共產黨徹底決裂 他希望更多中國民眾能早日認清中共邪惡真面目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據大紀元退黨網站數據 至截稿為止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已經達到4億3486萬5620人 民眾可登陸網站聲明退出曾經加入的黨團隊組織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黑莉讚賞臺灣民主 挺臺入美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黑莉訪問臺灣 週六8月14號上午舉行記者會 她讚揚賴清德總統不僅清晰指出中共威脅 還積極採取行動保護臺灣人民 對於臺灣加入美國國防供應鏈 她也說 這是很好且必須發生的合作 中國不會為您在那裡 臺灣會為您在那裡 我從這旅程開始知道 這不是臺灣需要美國 而是美國需要臺灣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莉訪臺 高度讚賞臺灣的民主任性 並關注中共對臺威脅 黑莉說 美國應該立即加強對臺灣的軍事訓練 增加對臺武器供應 防範中共犯臺 並且不認為臺灣是在付保護費 而9月即將舉行聯合國大會 黑莉重申支持臺灣 以正式會員資格加入聯合國 建議臺美要求聯合國 針對第2758號決議文舉行聽證會 包括討論臺灣面臨中共侵擾等議題 黑莉表示 共和黨展現了對臺支持 同意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 是美國兩黨少有的共識 訪臺過程中 黑莉也讚揚 賴清德總統不僅清晰指出中共的威脅 還積極採取行動保護臺灣人民 展現出強烈的決心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 唐潔安 綜合報導 下面請收看《中國一分鐘》 遼寧省葫蘆島市近月爆發洪災 官方通報損失有11元死亡14人失聯 並歸咎強降雨滯災 但沒有提及泄洪 但當地民眾曾指泄洪衝走不少人 由於中共官方歷來隱瞞災情數據 外界質疑有更多死難或失聯者會被記入 澳門特首賀一成在與中共統戰部長會面後 近日突然宣布 由於健康原因將不再尋求連院 實證分析人士表示 賀一成深知其特首職位完全有北京受益 中共選拔特首的唯一標準 就是對中共黨魁的忠誠度 近日傳出 中共象棋特級大師王天一 已被杭州檢方批准逮捕 除王天一之外 還有其他中國象棋特級大師亦被調查 據悉王天一被捕 與此前傳出參與買棋 操縱象棋比賽有關 近四年來 中共加大對高校管控力度 用手機APP定位學生和輔導員位置 精細管控到個人 輔導員實行考核扣分制度 舉凡學生上課睡覺吃東西 沒交學費 出現網路語情等 都要對輔導員扣分 由此引發學校群體不滿和抗議 新唐雅臺電視總理報導 50萬美國非法移民轉合法 專家解析如何申請 拜登政府近期頒布行政令 允許符合條件的無政移民申請合法身份 目前申請的窗口已經開放 大選來臨前 拜登政府頒布名為 讓家人團聚的新政策 以往幫助50萬非法移民 和他們的孩子獲得合法身份 從8月19日開始 符合條件的人就可以在線提交申請 政策規定 在今年6月17日前 申請者必須在美國連續居住至少10年 並和美國公民有合法的婚姻關係 而且沒有不合要求的犯罪記錄 獲得批准後 申請者就有資格申請三年期的公卡 此外非法移民的孩子也有機會轉換成合法身份 前提是在今年6月17日前 申請者必須未滿21歲 而且未婚 他提醒申請者只能在移民局官網上 提交I-13EF表格 繳納580美元的費用 並提交2000字的陳述 表明申請原因 為了證明自己符合所有條件 還需要提供相關文件 然而申請者也可能因此暴露身份 之前收到驅逐令的人 國土安全部可能會恢復執行 另外下一任總統也可能會取消或更改這項政策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劉傑 加州城縣採訪報導 疫情後的報復性旅行已經接近尾聲了嗎 數據顯示恐怕還沒有 疫情後已經持續兩年的報復性旅行 就要結束了嗎 就在旅遊業者開始擔憂前景之時 旅行預定網站的航班搜索量 卻讓人感到驚喜 不過在物價高起的今天 人們的旅行消費模式還是在悄悄發生著變化 為了節省開支 人們會選擇購買廉價機票等更便宜的出遊方式 正因為人們對旅行的熱度依然不減 交通部門預計 接下來的勞工節長周末 航空客運量仍然會維持在創紀錄的水平 所以如果您也有在勞工節長周末出遊的計劃 現在是時候預定機票和酒店了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數百海獅佔據加州海灘 民眾笑向黨派大會 數百隻海獅聚集在中加州蒙特雷的海灘曬太陽 活力十足地發出聲音 許多人拿起相機記錄這個新奇的景象 一起去看看 在加州蒙特雷的聖卡洛斯海灘 成群結隊的海獅享受著日光浴 此起彼落的叫聲引來群術眉觀 他們非常鮮聲 這是像海螃蟻集團 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個派對 但他們肯定都要有什麼話 不少人拿起相機和手機捕捉 數百隻海獅霸佔海灘的壯觀景象 當地官員從週一起拉起警戒線 禁止民眾進入 我認為他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曾經到加州蒙特雷 我們看的一部分是 男生和低層小龍 他們非常健康 他們通常在吃的食物 因為馬遞堆海獅霸市 他們非常有利益 都能讓食物 他們非常有利益 可以進入食物 他預計海獅會在聖卡洛斯海灘 停留三到四个星期 当局也提醒民众 至少要跟海市保持50码的距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郭月希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